这个带火扛把子李佳琪终于复出了 在被翻了三个月之后 昨晚七点 在淘宝直播间复播 然后短短十分钟 观看量突破15万 一个小时突破2200万 到直播结束的时候 已经超过6000万的观看量 所以说他这个流量还是非常非常顶流的 对吧 能做到这个量 真的是应该是No.1 No.2了 三个月前 他不是带了一个六四蛋糕吗 在6月3号晚上 做了一个坦克蛋糕的这个售卖 他也不知道那代表啥意思 因为第二天是六四 所以呢 就把它给咔嚓掉了 昨天卖的东西 主要是生活家居必需品 手机支架 儿童袜 空气扎波 消毒液这种东西 还有这个安踏了 花锡子 李佳琪本身倒没什么问题 他也不嫖娼了 不那个啥 以前是卖口红的对吧 卖口红卖护肤品 今天晚上还要继续直播 所以他的观众应该是集中于这个 家庭妇女和这个 年轻女性多一点 他本人也曾经表演过在两分钟之内涂了好几个人的口红 对吧 今天晚上再看看他会不会卖蛋糕